膝關節、腕關節這些都還是有些軟縮 所以我的建議其實平常在那個 不管是養護所居家或是復健 其實還是要針對這些關節做些運動 他的關節目前還是有一些彈性 還不是完全的卡住了 所以這部分還是要多做 否則你之後這些關節更緊 他角度更大的時候會造成更多的問題 譬如說他會潮濕、破皮這些傷口 就比較難照顧了 其實現在我覺得奶奶的狀況 他是比較需要量好的關節活動跟照顧 復健其實我覺得 當然你說到這邊來做 其實對他還是有幫助 只是說看奶奶他的平常到這邊來方不方便 如果不方便 在家裡其實也要多做 即使你有來這邊做 一天一次也是不夠 在家裡一天經常 早晚都要各做一次 這些關節的活動 不過他這個還是很強 張力還是很強 好吧 然後翻身這些都要幫他做一些訓練 他平常當然都是倒這邊 但是另外一個地方你看 可能因為長期都倒這裡 長期都倒這裡 你看我們在做這個動作 上面彎下面打直 這就是彎這邊的動作 因為他長期都倒這裡 變成說那個地方都沒有去訓練 所以應該多給他倒那邊嗎 對對對 這個他的那個兩邊才會平衡 要讓他 以後要讓他倒那邊 對對對 兩邊都要訓練 我想知道這個腿 我上去做推拿 就是他給他做好了以後 當然所謂做好也沒有全部直 那推拿師建議我用輔具 然後就是幫他拉到某一個程度以後 是不是有什麼輔具可以 將那個成果保留而維持 這個很難 因為他其實本身還是有這個張力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說 做到一個程度 我們要把它固定在那裡 沒辦法 你固定在那裡 他其實他身體還是會抵抗 那他那個壓迫的地方 就會影響到他的血液循環 所以原則上就是 只能多做 早晚都慢慢的幫他拉 可是那樣會覺得是 好像是一個徒勞無功的東西 這個坦白講 因為像奶奶這種長期臥床 這種張力已經既然已經形成了 你要回到最正常那種很難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避免他的關節僵硬 這些問這些 因為平常正常的人 我們都能活動 但是奶奶他沒有辦法靠自己活動 就得有旁人來幫他做活動 這不會是徒勞無功 你不做他只會更差 我們至少把它維持到現在的狀況 甚至會不會再更好一點 他現在有比原來更好 這樣子嗎? 確實是有更好 但是問題是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工作真的是太 太 沒辦法 這個可能是要 你要去接受 因為是說 他是一個 短期之間 他很難看出效果 或者說 你要去期待說 可以 變得很直 這個有點困難 但是我們至少 維持到他的關節活動度 對 我的意思是說 那個 陳達師跟我建議就是說 是不是能用斧具 就是你拉完了以後 讓他固定在那 至少一段時間 對 讓他的腳 可以固定在那個角度上 這個東西 我們有一種斧具叫做 綁腿 不過那個綁腿 以奶奶現在這個角度 不太適合 當然我不曉得說 他在推那 到底是拉的 就是做完之後 到底有多直 沒有很直 就是比這個 比這個還要再高一點 高一點是彎一點還是 彎一點 那我跟你講 那個綁腿的效果 可能就不大 因為綁腿基本上 他還是要直的 對 稍微彎一點 可能還可以 你說這樣子的角度 這樣子的角度 我們這種綁腿 我們可以稍微把它固定 像這樣的角度 根本拉不起來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像這隻腳 這隻腳 是可以綁腿的 可以用綁腿的 但其實他這樣 這隻腳的方法是比較鬆 比較鬆 對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如果你用一個綁腿 或者是可以的 但這個地方可能很難做得到 我們還是得靠比較穿 圖法練鋼的方式 對 沒有辦法 他想像的就是說 去維持到一個 那請問一下 我有聽說過 像這樣的話 有一種抑制 抑制的那種東西 抑制 是不是 是不是 他有一些鋼匠 那 是不是用那個東西 可以調整性的鋼匠 就是說 我們 當我們把它 拉到那個角度的時候 我們就用那個抑制的鋼匠 跟它固定 基本上應該 固定個 大概是 半個鐘頭 或怎麼樣 再把它放開 那它至少 它的那個 會固定在那個角度上 它的 肌肉就可以 現在 或許有這樣的東西 但是 我們臨床在使用 比較少用 因為 那個地方 那個東西 大部分針對一些 開過刀 其實關節 那時候還那個 我們會先去 限制它的角度 讓它慢慢一點點 那基本它的腳 它的關節活動度 應該說 旁邊這些肌肉是好的 但是奶奶的肌肉都有點緊 這個緊 沒辦法就是 這樣子去弄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對我知道 拉到那個程度的時候 就用那個 把它固定 因為我們 沒辦法 這個東西可能會 這個東西是有困難的 這個可能 比較難做得到 為什麼 就是我說它的問題 這兩種 不是說很適用 用這樣的方式去做 所以它目前 就像我說 我還是強調 他每天要幫他做這個運動 我們比較 不建議就是說 用什麼 綁腿啦 還是什麼 尤其是針對這麼大的角度 這時候是還不到那個程度 就像 如果今天我們可以做到 像這樣的程度 那或許可以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建議還是 要多用這個被動性的關節 關節活動去幫他做 一些活動 可是實際上 你花了這麼多精神 我看那個 推拿是很認真的幫他做 做到一個角度了 好 那我要回家了 我就必須把它放在 這個輪椅上 那回去一上去 就恢復原來的角度 對 所以這個是他這個張力的問題 那這個 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 如果用這種推拿伸展 拉筋的方式 對 他只能做暫時的處理 對 那這個東西 對於奶奶的狀況來講 比較 所以只要直接一點 這個東西張力 有時候很難去處理 它算是一種後遺症 有時候是腦傷過後的一些後遺症 神經 它沒辦法好好的控制我們的肌肉 對 所以這個 外部的這種 就是拉筋 那伸展 都只是暫時的 但是 你不做就不行 因為 你不做 它就會一直硬 硬了以後 關節就僵了 那這時候 問題就更多 因為他原來 翹的是更高的 嗯 翹到高的程度 所以 使得屬膝部的皮膚都 都造成病變 你們現在 吞咽的部分 多久來做一次 一個禮拜一次 一個禮拜一次 所以他現在 安養院在哪邊 就在這附近 在這附近 對 所以像一個禮拜一次的話 就是 你會從那邊 對 推過來就好了 對 那安養院那邊 有人幫他做這些活動嗎 沒有就是我 就是你 那個人就是我 哈哈 你看到的就在這 但是我發現有 有進步 有進步 所以你剛剛給我 我這個結論一下 就是 要睡那邊 要讓他轉那邊 對對對 看看 對對對 讓兩邊平衡一下 或許這個東西都會 因為就像我說的 你轉過來 他就這隻腳 很自然就會 比較朝彎的地方 他這樣 會比較平衡 所以你轉過去 我們試試看 然後再來就是說 剛剛說的 關節活動 拉 慢慢的拉 我們不用一次拉很大 就是慢慢的拉 他這個 還是被你拉開到 你看 這個關節還是會慢慢的 越來越開 只是他很慢 因為他這個地方很緊 你一手摸這邊 對 就是有一個 對很緊 因為他長期彎 長期彎 肌肉維持這樣 的地方 他的長度就會越來越短 所以你還是 你慢慢的拉 肌肉會有 知道說 啊 我現在身體需要 我伸長一點 那他才會慢慢的延展 懂意思嗎 所以他現在達到一個程度 可能就停住了 因為他這個地方也太緊了 所以就慢慢回去 再來 你就這樣慢慢的做 其實這些運動 應該要請部理治療師 再教你們做 因為就像我說的 你即使每天都來做 剩下的時間 你不做 有更加的 這個就是 努力不會背叛你 所以你有 他有努力的做 有慢慢的都幫他做 就是會有他的成效 他成效或許 一直短時間看不出來 但是你就說 欸 他去拉了以後 之前比較高 現在有比較平 這可能 一兩個月 慢慢的都會有一些解決 好不好 OK 好 了解了 謝謝 看看啊 如果 有需要的話 就是可以請 我可以請老師 做一些運動上面的指導 這樣子 否則最簡單的就是 維持他的關節運動 這些都是一樣 嗯 這些都是一樣 慢慢的要打開 你看其實都還可以 他也不是都完全緊的 他只是張力比較強 嗯 慢慢的打開 他就 維持他的關節活動 嗯 嗯 好不好 嗯 了解 嗯 謝謝 好 那 看看我還想要問什麼 嗯 他之前有開那個貼布嘛 對不對 也不用了 不用了 因為原來 原來他的 這個 這個側彎 這樣的側彎 是非常的嚴重 是是是是 所以使得他這一塊肌肉 就變得比較緊 就很緊 你只要一碰到他 他就嗨了 因為他他要維持那個平衡 對 但是現在呢 已經有我們的努力 現在你碰到他這個 他不會 不會嗨了 所以我覺得 就不用浪費資源了 對對 如果有需要 如果我們再按下去 他還是會痛的時候 再來 我們先照這樣的方式 就是剛剛 就是我們剛才結論的一些 嗯 翻身啊 或是躺另外一邊啊 這是被動關節運動 手腳部分 都再加強一下 嗯 嗯 嗯 好的 謝謝 那我們目前這邊還是先維持這個 這個語言的這個部分 謝謝 你是說那個 附件老師可以幫我們 呃 指導一下 一般的做的東西嗎 對 可以啊 那 好不好 好 那就麻煩你幫我們開一下 好 那也許我就請 老師再做一次 我再把它錄起來 OK 然後我就 因為我發現呢 與其 哦 來這邊請老師做 那老師也很忙 哎 他也不可能跟你做很長的時間 所以他如果給我整套的東西 好 那我 我 我送他來 送他回去的時間 我就可以再多做那麼多的時間了 對我來說 那 每天來是沒有必要 我覺得沒有那麼大的實意 哦 我是覺得如果說能一個整套的哦 好 告訴我 我就 我就 來這麼 嗯 錄起來 我回去可以自己 可以啊可以啊 這個部分我在 在那個 治療單上我再註明一下 OK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